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呢 我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节目摘录 这一期邀请到的是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一贤 来谈谈本地的服务业 一起来关注 958空中访民群 你好 我是一心 今天有记者作为嘉宾主持 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新传媒的记者国威 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访民群的是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一贤先生 部长好 主持人好 听众好 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在这个零售业或者这个餐饮业来好 我们也发现说近年来都有这个人手吃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本地在这一方面可能说整体的这个服务方面 或者是你接触到的一些服务方面有些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们的零售业呢 业者大概有两万一千个 那么我们餐饮业也有六千八百个 所以是很多 那么其中也不少的佼佼者 那我本身尝试过的也有不少 比如说我喜欢在我工作地点附近的一个肉骨茶店 这个肉骨茶都是一个传统的美味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整个流程设计呢 还是比较先进 就是除了肉骨茶本身是员工捧出来的话 其他的 比如说你要订哪一个肉骨茶的这个菜单 都是从这个iPad平板电脑上来订的 所以它这个整个设计就会让比如说我们这些上班族 时间比较宝贵的 很快的就一坐下来 在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订到你要吃的 肉骨茶是一个很传统的小吃 大家就想说吃肉骨茶就是要人很多 然后自己找位子 然后要等那个助手啊来给你点餐 所以现在就连这么传统的一种饮食业都已经换成了 是自助化 对 我想这个业者这种流程的设计 它也考虑到很多这个客户他们的需求 因为上班族的需求它没有太多时间 如果是靠手机的话那么记错 又捧来捧去会花很多时间 如果它是从业者的角度来看 如果它能够在那一两三个小时之内 有很多的客户重新在那边就是使用它的这个地方 那么会增加它的销售额 所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这样的局面 我所希望看到的就是更多的业者 能够去用这些比较节省人力的办法 提高这个服务内容的办法来服务他们的客户 好的话我们可以反馈 不用说反馈的就是说给它提供意见 让它下去做得更好 在贸工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 就是到底有多少家的企业 尤其是零售或是餐饮业者 他们提供了推出了自助化的服务呢 过去三年来大概我们有协助了 在这个客户优先计划里面有600家这样的企业吧 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企业 它有通过标信局所各种各样的这种培训计划 有些可能做一部分 比如说它的收银 它的这个POS 什么叫Point of Sales System 它自动化 有些是这个订菜单的时候它自动化 有些是这个厨房 它进行先进比较自动化的这个设备 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每一个环节的它的提升 都有减少这个人力的需求 跟提高生产力 那我们使用这种自助的服务 因为它能够协助商家 降低某些方面的成本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以这样的思维去想的话 是不是说我们会有比较便宜的东西呢 会直接或者间接会有这种效果 我用超市来解释 如果这个超市 它以前是要12个casual 那么现在呢 它采取了比如说六个六个 六个它是自己去付款的 那么它的省下来的这个六个员工呢 它可能用一个来监督那六个 六个如果顾客碰到困难 它说这个是这样做的 来我来帮你 要不然以前呢 就是一个只是付一个 负责一个lane 它就会造成它的这个成本的 人工成本的压力就会减低 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 6691958 和我们人在现场的 黎一贤高级政务部长的进行分享 你觉得本地的零售和餐饮业 我们的服务水平是下降 还是上升改善了呢 你好我姓张 张先生你好 李部长你好呀 你好 那么企业面对人口不足 是实在必市 那么那商家呢 自动化是实在必市的趋势了 那么如果有所选择的话呢 我是令院有受议员 或者是服务员的服务 那么本身是建国二代 大概60多左右 有些呢比如年长者 他们连ADM machine都不会用 大概70多左右 那么他们连英文也看不懂 那么请问部长 对这个问题或商家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是在退休自助服务这方面 有些国人还真的是 可能跟不上 我看这也是一个学行 跟这个适应的过程 因为很多年前 我们退休ATM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 怎么的概念 但是久而久之大家熟悉了 那么现在我在我的这个 选区走动的时候 我发觉很多比我年长的 这个叔叔婶生 他们拍了这个 消费之后 手机拍照了之后 还会上网 传来传去 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棒的 那么这个随着 这个大家适应的过程 大家会掌握到 以前觉得辛苦 现在学习来用的 我会觉得很自然 如果知道部长这样讲 我是愿意尝试的 作为业者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 这种用的过程 做得更人性化一些 比如说在超市 现在的这种 自负的这个设备 好多都是用英文的 如果你放上中文 跟马来文的话 可能更多的老人家 他们会觉得 更容易适应 是 那之前我们一次 有听众 预先就拨打了 我们的958的留言机 听一听他们 有些什么提问 我姓陈 我是从事餐饮业的 我最近我们在 这个南洋理工大学 实行了这个 自助付款的方式 就是没有现金的 付款方式 然后我们用那个 储值卡 然后当我们在 那个casher付钱的时候 他们只要把刷卡 然后就会自动的 把那个储值减去 不过又有一小座的 这个顾客 他们觉得很不方便 我想请问部长 可以鼓励更多的 国人习惯这样的一个 无现金的自助式 付款方式吗 其实在我的选期的 那个新的巴刹里面 小班中心 我们也装置了 这个储值卡付款的 你去物费中心的话 大牌208B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巴刹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最现代化的 最方便客户的 这么样的一个 付款方式 那么你用储值卡 你用卡拍拍一下 或者批包 甚至不用拿去拍拍一下 就可以结算了 这个当然会方便 很大多数的人 当然这个业者 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 奖赏 比如说你用 这个cashless payment 这个储值卡 你可以有积分 或者是可以 折扣了 折扣更好 新加坡你一给折扣 我看很多人 马上习惯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服务 跟这个自助化之间 其实究竟 有没有一个挂工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在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客户 他要求的是 一个快捷的服务 他要求是一个 没有错误的 这种服务的内容 那么这种科技化 电子化的 这个整个流程设计 是很有帮助的 我相信他不是互相抵触的 你如果有一个方式 比如说一个按钮什么的 你按那个服务员过后过来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服务的 迅速反应的一种方式 那么部长 跟我们的听众进行交流之后 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我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我想说的是 这个提高生产力 跟优质服务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有很多 这种援助的计划 从员工的培训 从设备的投入 从这个生产模式的 这种重新设计 各种各样的计划都有 那么就是让企业 让我们的这个业者 去充分利用他们 赶上 赶上朝代 赶上思流 业者本身的 其实他责任很大的 所以我们要 有给那个员工 一个很好的环境 一切的这个流程呢 都是用的这个很科学 很简单 来适应他们 那么当然业者 也有这个责任 培训员工 培训员工 因为有很多 这个采取新技术之后 员工要懂得 这个机器是什么用的 那么第四呢 就是顾客本身 顾客本身呢 对好的服务 都要赞赏 都要有表示 都要鼓励 那么多用一些请 多用一些谢谢 今天再次感谢 部长来到节目现场 他要感谢我们的 新传媒新闻记者 郭威 担任嘉宾主持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一心 如果想针对今天的课题 提出看法的话 欢迎到 诗诚有缘面部留言 同学您也可以参与 每逢星期二的 958空中访民情 播电和部长 进行交流 广告回来 有第二段的新闻 千万别走开 稍后解 我们下期再见 时间有约给你 经历的东运会亮点 今天晚上第28届 东南亚运动会 正式开幕 有一些观众朋友 很好奇 怎么还没开幕呢 就看到运动员 拿着奖牌怀忽了 其实有些赛事 早在一个星期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过去三天 东运会已经颁发了 53面的奖牌 值得骄傲的是 新加坡拿下了 其中的18面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奖牌 而更更值得骄傲的是 已经颁发的 14面金牌当中 半数也就是七面 落入了我国健儿的手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七面金牌 分别是由哪些运动员 努力争取回来的 分别就是乒乓女双的 林业和周一涵 乒乓男双的高宁和李虎 乒乓混双的余梦宇杨子 以及男单的高宁 机械方面是 女子花剑个人赛的 王文盈 花式游泳 拿了两面金牌 分别是团体技术 自由自选赛 以及团体自由组合赛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 师承的金牌健儿们 朵标的煞爽银子吧 光荣的时刻啊 那今天的选手们 赞且休战 那迎接的是开幕礼 明天开始呢 所有的健儿们将会火力全开 这个周末将会有 80面金牌诞生 其中16面金牌 就在泳池里头 冬运会的女子50米 蝶泳记录保持者陶李 将会进行卫冕战 而新加坡的约瑟琳呢 也将会在男子 100米自由泳当中亮相 再来武术也会产生 11面的金牌 我国的太极高手 魏林恩以及李志远 将会登场 机械方面呢 已经拿下了7面奖牌 这个周末还有6面金牌 等待着他们 最后呢 英式女男的女将们啊 明天将会在半决赛 对垒追递逼 如无意外的话 应该可以顺利晋级决赛 但是呢 决赛的对手 极有可能就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此前以35比8 35呢 打成了平手 那当然呢 在这个金牌的争夺方面呢 已经留下了极大的悬念 到底入死谁手呢 无论如何 新加坡代表场内分离拼搏 我们就要在场外努力助威 新加坡队继续加油 过去的四天 其实呢 冬运会的运动员专访呢 如果你错过的话呢 记得要上网到 八频道新闻及时 视节目的网站去观赏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看 拥有25届不败 冬运会金牌记录的水球队 到底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 今年29岁的出院老师 吴成蔚呢 将会告诉我们 如何兼顾工作以及训练 但是无论多么疲劳 也不会削弱他们夺精的信心 马上看男子水球队 如何备战 水球队我来说 是一种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 今年是第二次 参加东南远运动会 第一次在2011年 那时候得了金牌 所以今年也是一样在努力 在夺得另一个金牌 大家好 我是吴成蔚 是新加坡水球队队员 其实我们从去年已经有开始 为了亚运而训练 所以从今年的第一月 已经也是继续一样的激烈的训练 每天放完工 大约七点 还是七点半 就会下来这边来训练 每逢星期二跟星期四 都会去健身室 然后一三五跟一半 都会直接来到泳池 打游泳池 秘诀其实就是在沟通里头 因为如果互相没有沟通的话 就很难打 压力还算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也是在家庭跟朋友面前 在打 为国正光 但是我想我们都蛮成熟的 我是蛮有信心 应该能够再多得金牌 我是吴成蔚 记得锁定 师生有约 终于会报道 十分访谈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青少年自我激进化 在上个月有两名青年 因为透过网络自我激进化 策划以所谓独狼的方式 在本地展开恐怖袭击 而且计划要刺杀 陈庆岩总统以及李显龙总理 最后遭到政府援引 内安法进行拘留 那么按照新加坡的特定国情来看 自我激进化的问题 会带来哪些社会隐忧呢 我们欢迎时事评论员 林一鸣先生 你好 欢迎 因为大哥 这次我们所谓的 自激进化的分子 其实过去几年都有 不过这次首次是以青少年 我们看到了青少年 这样会带来哪些社会隐忧吗 我们这次 刚才你说的 对 就是你看到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出现了 自我激进化的例子 不过那时候是一个28岁的 然后现在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逮捕了一个20岁的 现在你看这次是19岁跟17岁 所以它逐渐的年轻化 这个是我们担心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越来越多很年轻的 不只是青年 而且是少年 都已经开始自我激进化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我们注意到说 因为我们新加坡的国情比较不同 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而且是以英语为工作语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青少年 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掌握很好的英文能力 他们能够上网 去吸收大量的资讯 然后另外我们要知道说 这一次 这些自我激进化的这些学 这些青少年 其实都是男性 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天 他们要去扶兵役的 你想我们扶兵役是提供 正统的军事训练的 这些爆破 武器操作等等 他们都会学到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是 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 这个确实 你可以想象中 其实恐怖只是也需要人才的 是吧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 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要怎样的 很好的防范说 这些自我激进化者呢 最终就达到了 就成为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目的 所以你认为什么样的人 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 过去当然 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研究 就是说 他们基本上对社会不公 对这个贫富悬殊 或者自己处于一个非常 劣势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会想到要改变现实 但是其实也不见得的 因为你看我们在107年 逮捕的那个 他是这个法律系毕业的 当讲师的一个 所以他不是来自一个 就是下层的人民的 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 不过我们从这个地址来看起来 我们知道说 现在我们一些社会上 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 一些机制呢 能够在监控这样的一个情况 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很早的时候 就推行这个全面防卫 就提及到了社会防卫 跟心理防卫嘛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 你看这一次你发现到 这个19岁的被逮捕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人发现他不对了 后来他就通知有关当局 这事情才被发现 所以但是即便是如此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尝试去 这个曾经去 就是说服他的一些朋友 来加入他 这个要去执行 恐怖这个袭击 可是他们不答应 可是他们也没有去通知 有关当局 是 这个我们要主要注意 可能没有人意识到 这件事情严重 你想要举报你的朋友 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就是你想 我们虽然有一个机制 但是你要去 比如说举报你的朋友 你的邻居 甚至是你的孩子 或是年轻人 可能不见得有这个判断能力 说这件事情 有没有必要举报 因为也可能以为 说朋友说说而已 这些都是 也许大家需要 列入考量的情况 更何况说 现在在互联网上面 我们知道说 恐怖组织招募成员 传授恐怖袭击的方法 所以知道的人 不能说没有 等于说是很多年轻人 是不是接触到 很容易接触到的一个讯息 所以像我们现在 可能有一些环节 需要加强了 比如说你看到 我们的自我最进化的年龄 逐渐向下的时候的 我们要想到 是不是在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小学 中学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一些 一些一定的程序 告诉学生说 这个是 这样是不能允许的 可能你如果发现 你的同学有点怪怪的 有点不对的 突然间对宗教 很狂热的话 你要跟老师说 老师要知道 对我们有一个 学校方面 现在大家要想一下 到底要怎样做 那你说这个互联网 成了激进分子的一个 传递资讯的一个途径之一 那监控这个互联网呢 清得通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 完全切断这个 恐怖分子的网络 跟他们的这些 就是青少年接触 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即便是如此 我们不能不做 政府还是应该 就是尽可能去监控这个网络 就是使到他们 不能够跟这些网站接触 因为你要明白 这是一个知识 一个立场的问题 如果政府翻论的话 那更容易就进入这些网站 这个就是更加会 助长这个趋势 刚才叶明大哥也提到了 就是家庭 还有这个学校当中 也可以扮演起着 就提升这个扮演的角色 他们的角色 可以提供的是 包括哪些呢 刚才我就提到了 有关学校的东西 现在提到这个家里 就是你晓得说 我们要对亲人 就是采取宽容是容易的 但是如果一到发现不对的时候 你能不能有这种勇气 去告诉有关难局 我的孩子出问题了 这个我相信很多父母 都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对 非常感谢一鸣大哥 在此的说明 谢谢 是 通过自主有选择性的方式 来自我激进化 就是自我激进化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题 有任何的想法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 《诗诚有约》面部留言 同时你也可以浏览 八频道的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可以重温节目的内容 节目先为您进行到这里了 《诗诚有约》星期一 我们再会 祝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诗诚有约》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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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诚有约》星期一